将蔬菜、豆制品、军菇、肉类等丰富菜品以及Q弹清道的宽粉在一锅秘制滚汤中烫煮数分钟 装盘盛碗后撒上花椒面等调味料 再浇上一大勺红艳艳的油泼辣子注入灵魂 在甘肃大街小巷都随处可见的小吃麻辣烫 近期在甘肃省天水市火爆出群 成为全民追捧的顶流美食 3月17日在天水市麻辣烫吃货节活动现场 来自天水市五县两区的麻辣烫商家农特产品企业 向游客展示各自技艺和口味 我们是从河南洛阳来的 就是天水麻辣烫火了之后就想来试一下尝一下 我们后续打算去那个福西庙玩 然后再去尝尝那个呱呱 我是从东北辽宁大连过来的 专程就是为了这一碗麻辣烫来的 然后这一路2300公里开了将近三天的时间 就因为这麻辣烫制造的天水 吃完确实挺好的 一点都不油腻 就是香 这个特点就是香 香而不辣 我们东北吃的麻辣烫是里边有麻酱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口感 天水麻辣烫的火爆带火了灵魂汁子红油辣子 其原材料甘古辣椒 勤安花椒等一受到网友超高关注度 在天水古城一家甘古辣椒专卖店内 红烟烟的辣椒吸引了不少游客参观购买 据专卖店老板介绍说 三月份前半个月销售额翻了两到三倍 有不少外地的调料供货商也来到天水 对麻辣烫调料进行考察 我们来自北京 因为我们也是做火锅调料提发的 然后我们就专程过来一趟 然后考察一下 味道挺好的 确实跟北京那边的麻辣烫不太一样 我们回去应该在公司大地宣传一下 看看怎么能把这个事也在北京那边也做起来 做一下北京那边的市场 连日来天水开启了虫粉模式 连夜粉刷墙壁 开通麻辣烫专线 严禁相关行业涨价期客 为外地使客们赠送景点门票和特色农产品 3月16日至3月23日 当地专门举办麻辣烫吃货节活动 在活动现场 天水各县区文理部门纷纷出动 邀请各地网友来天水 吃美食看美景 让每位被香味吸引来的游客 诚信而来 尽信而归 这次咱们市文理局 组织咱们两区五线 搞的这个旅游推介活动 实际上是借助天水麻辣烫的火点 和旅游景区景点 咱们的特色产品 和旅游推介是相呼应的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还是要继续咱们 加大旅游宣传的推介力度 我们也是非常感到振奋 也是真心真诚地欢迎各家朋友 来赵家川 吃我们赵家川的麻辣烫 吃赵家川的烧口 由咱们的麻辣烫车与博物馆 由冠山草原 欢迎大家